中共特色抑鬱症蔓延到全棺牆都感染了 现在中共里面的官员自杀成风 变了风,变了一阵风 不是一阵,这些风可能吹很久的 这样看回现在又有一宗叫自杀身亡 即中共里面的棺牆 棺牆即是棺材,真是棺材 棺材和棺牆即是差个音 这些真是入棺牆,入棺牆即是等于入棺材 看回这里,内蒙古 这个棺牆地震多人落马 呼和浩特副市长自杀身亡 这个副市长叫什么呢?叫做李志斌 这个李志斌有很多职涵 又有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市长 呼和浩特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这个叫李志斌自杀身亡 据内地传媒报道说 这个李志斌在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休息室中自杀 现场就说留有遗书 遗书说到饱受抑郁症困扰 他说每天都要吃安眠药 才睡得有觉好睡 还要高效的安眠药 这里说值得注意的就是说 这个李志斌自杀前 这个内蒙政法系统 即政法系统年日已经有多名高官落马 公开资料显示说 现年五十一岁 李志斌就是五十一岁的 五十一岁最后公开路面的时间就是说 上个月十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公开路面的 现在又说被自杀啦 究竟自杀还是被自杀呢 很多人都说 看回现在这个东西呢 这里看回他说要吃安眠药 安眠药我想一个人好人好者 如果走得正站得正 就用不着吃这些药物才睡得着呢 为什么睡不着呢 看回内蒙古 内蒙古又要提回另一个城市 城市叫做厄尔多斯 厄尔多斯 厄尔多斯的GDP曾经说可以超越香港的 他的GDP 为什么会说可以超越香港呢 他的GDP 看回奥尔多斯的煤炭 即资源丰富 他说全市有八成的面积残藏 这个叫做煤炭石油 天然气 稀土 稀土 说回奥尔多斯出产煤 70%出产煤 70%出产煤 就震轻他那个厄尔多斯的GDP 厄尔多斯其实他的人口很少 人口不多的 这样你看回 这儿说回开这些资源 炭石油天然气 稀土 说回稀土 有些网友说 他说中国有稀土 其实很多这些稀土全世界都有的 为什么美国不开 为什么日本不开 为什么日本不开矿 要去中国里面买呢 因为开这些矿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污染 污染很大问题的 污染 那你污染严重呢 你要处理的嘛 不是说你开完 放在这里就算的嘛 你很多现在很多矿 开的那些矿厂 就是那些矿场 做出来的污染很多 很多人都 附近的居民都出现一些 感染一些癌症 就是污染 最重要污染水源 第二样东西就是污染土 泥土 老实说你要吃的嘛 水和泥土就是种植 就是粮食的必需的要素 没有你怎么搞呢 污染了你只是玩完 再看回这个厄尔多斯 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在哪里呢 就是说这个位置呢 厄尔多斯 厄尔多斯你看回 就是现在这样 之前是谷的煤 出口煤 出口煤之后呢 老实说他就要搞磚头经济啦 搞磚头经济呢 就建房子啦 建房子 建完之后 没有人住 没有人住 就自然变了鬼城 鬼城啊 那样鬼城之后呢 你看回现在这样东西呢 出现的问题就是说 很多人呢 就是说你建房子一定圈地嘛 就是要收地嘛 收了地那时 叫那些人给地去建房子 建到现在呢 有些其实都可以说难尾 建起下 建起下 跟着停了 因为建了没人住 建了没人买嘛 最主要的东西 很多地方政府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用砖头 还有如果你内蒙呢 有了抗产资源丰富呢 砖头和抗产呢 用来做它的政府的收入来源 亦都是它的GDP 那样现在砖头 它的砖头这样 就是之前的砖头经济呢 不行啦 圈了地 圈了地 就是叫那些人给 就是那些人买地给你嘛 就是叫你赔钱 赔上 那时说很高额 收它的地的 譬如说一千万 跟着 跟着 给不足它嘛 一定给不足啦 收不足钱 应该说那些人收不足钱 那怎样呢 又去啊 去很多人拉队上去北京 去到北京 叫上访啦 上访说这个 鄂尔多斯政府压狗他们啦 那样看回现在这个 就是说 中共吹谷这个叫做 即谷这个GDP 那个代价就是这样 第一样东西 开抗环境污染 第二样东西 令到一样污染 就是令到人 那些人 那些人那些思想 污染 赚快钱 那看回现在这些 自杀个案呢 其实你看回现在中共里面呢 整个官场都是所有官哪个不贪啊 不贪的都不是官啦 即是你现在看回这些 贪又死不贪又死 你贪就是吃安眠药咯 吃过量安眠药你都死啦 是不是 过量啊过份啊 不停拍安眠药会死人的嘛 那样不贪又死 饿死咯 对不对 你根本做到这个官场 你上到这些位置 怎会不贪啊 是不是 即是你看回现在整个 即是做官是会发达的嘛 其实 经常说官商勾结的嘛 其实现在里面 已经不是官商勾结这么简单 是官商连结 已经连在一起了 即是你没官 商家佬就不会发职 就是这么简单 正所谓说句 清楚一点就没党 你没今天而已嘛 那些商 现在你看回 其实现在你看回里面 不要说官场里面自杀成风 连那些 和他有勾结的商家佬 一样自杀的 一样是 你想想 跳楼真的好像 你看到 上面的星星 即闪闪马的星星 一样那么多 一样那么多 事件出现的 即这些就是说 这个东西咯 他又是官商连结 就是说 走捷径 找快钱 走捷径 找快钱 自然是做这些东西的 最快最实际就是砖头经济 砖头经济 你做出来砌出来 第一样东西可以 握够股民的钱 又可以握够银行的钱 给钱你嘛 跟着再搞一样东西叫做 好像汉心一号那样 那样东西叫做 那些中国里面 汉心一号的CPU 那样东西叫做 芯片 你可以吹到很大 又什么创新科技 又可以圈钱 骗钱 一样而已 找快钱 现在找快钱便好 找快钱即是 现在你这样找快钱 命都没有 要吃安眠药 找了没命洗 找了没命洗呢 你看回现在 中共那个经济 就是跟 经常说贸易战 贸易战又要说回 就是说 又要补充一下 就是说特朗普和习近平通电话 现在美国中期选举就近了 近了 还有几天就开始了 你想想美国中期选举 一向 你说美国一定有这样东西出现的 现在变成了全港 全球都关注 为什么会这么关心 中期选举 就是很关键一个人 叫特朗普 叫共和党 究竟可不可以说 这个中期选举就是总统 就是说特朗普可不可以连任的前哨战 甚至指标 现在全港全球都关注 又说回关注 之前特朗普都说你 习近平 就是说你中共干预我选举 干预选举呢 这样干预选举 现在又说特朗普在G20会 和习近平见面 先谈了个电话 先谈电话有些人 有些网友就说 喂呀特朗普主动打电话给习近平谈 说回主动 美国一向都是主动的 打贸易战都是美国主动的 有主动权的 打贸易战一定是主动的 你看很多美麦加经济贸易谈判 都是美国主动的 美国是积极的 积极才能找到话语权 看回主动权 看回主动权 说回这件事 如果你说习近平 人们经常说企硬 我宁愿吃草 就是说堆草 都不妥协 就是这样的意思 说堆草都不妥协 如果特朗普打电话你习近平 你习近平是企硬的 直接不想听 我不听你的电话 就算不听这个电话 你就找那个接线生说给特朗普听 叫特朗普以后不要再打这个电话 你就真的够硬了 你够不够胆地说呢 其实习近平等这个电话等到颈都长了 我跟你说肯定 这个电话对他来说 是舒缓了他里面的抑鬱症 抑鬱症 习近平你想想 官场里面 个个都有抑鬱症 现在这样的形势之下 个个都有抑鬱症 你猜习近平没有吃安眠药吗 我猜他都一样有吃安眠药 不是想想哪有教好睡 一定没有教好睡 现在这样的环境 你看这件事而已 美国主动权 美国在贸易谈判 经贸贸易谈判 就是第一的 就是贸易谈判一定行第一的 第二 谈不定就开你一波 贸易战 你之前都说到 美国美中贸易谈判 那些美国官员都说 说中共那些官员 根本就是不懂经贸 连经济贸易都不知道什么 怎样谈 怎样谈 现在经常都说 美国那些官员都放声 说中共那些人是没有准备谈 没有准备谈 还是不懂如何处理 谈这个贸易经贸的细致呢 根本就是不懂 根本就是不懂 看回现在贸易战这一役 这一役 常常都说 看到中共的软弱 输 输了一阵 输人输了 输了体制 输了话语权 你话语权都没有 你看回现在贸易战一役 即是说美国已经打开了一个缺口 对中共的缺口 你看回看到安倍 安倍去中共里面跟他谈 就知道中共为了贸易战 可以做很多输阵的措施 输就是妥协 跟日本妥协 之前怎样对日本呢 好像那些退役军人 看回这些影片 他看到这些军车 震压的退役军人 那些退役军人 即是中共里面的退役军人 他都说这些军车不是用来打日本仔的吗 为什么用来打我们的 他都这样说 即是中共里面灌输的意识形态 都是对日本第一大敌人来的 到二战到现在摆脱不了仇日的心理状况 现在仇日变成了亲日 变成了跟日本妥协 现在你看回贸易战一役 书人书阵书体制书华以权 一句说完 即是书够了 个人意见独立思考 说完